香港官僚會 阿倫 陳慶倫 各位好 我是香港官僚會的阿倫 陳慶倫 今天另外有一位朋友都會講的 他叫做陳家強 埃石 陳 我們兩個都是每年夏季都會做一些燃歐調查 他和我都很拍檔的 差不多每年都去幾次了 今天會講 有四樣東西要講 首先我會有個簡單的介紹 甚麼是燃歐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很熟悉 不過可能有一些就未知道是甚麼 都講解一下 接著我會講 主要是在哪裏找到燃歐 因為燃歐平時在市區看不到 有一個地方看到 待會兒會講 接著埃石 他的主力會講攝影 因為他拍的照片很漂亮 待會兒會看到 我和他的相差很遠 不過你待會兒會看到 最後要提回馬小姐也講過 要小心避免干擾 最後有些時間可以各位討論一下提問 我開始了 第一件事是甚麼叫燃歐呢 燃歐呢 其實這裏有兩個字 一個就是燃子 一個叫做燃子 現在回來了 看到周圍都在飛 有些舊區屋嶺下面 有些燃子都在做巢 燃子是這樣的 很小隻 你看到在天上飛 最重要是一條尾 外國 歐洲 有些人大禮服 燃美禮服 就是這樣的 真是叫燃美禮服 因為燃美是開叉的 所以叫燃美 燃歐是甚麼呢 這是海鷗 海鷗是很大隻的 起碼是大隻 白鴿的 如果見過 燃歐是甚麼呢 燃歐不是這隻 加一隻 變成這隻 這是燃歐 這是海鷗 這是燃子 有甚麼不同呢 燃歐是滅瘦很多 燃歐是海鷗的祖先都是接近的 你見到 歐是在水邊身的 不一定是海的 有些是淡水都有 燃呢 為甚麼要燃呢 因為有燃美 海鷗是沒有燃美的 整把線 你撲的線 你見到是開叉的 所以怎樣叫燃歐呢 因為它有燃子的開叉味 還有它是歐科的 所以叫燃歐 我們香港有十二種燃歐 大部分都是白酸酸的 其中有兩種不是白酸酸的 我們慢慢講 香港有全球四種 香港有十二種 也有三分一 四分一 五十下 但多數都是香港千璽過境 或者偶然見到 不過有三種是香港繁殖的 它和燃子差不多 燃子都在香港繁殖 燃子是甚麼 燃子是夏候了 即是夏天就會來香港 冬天就會離開 燃歐都是 如果有三種繁殖的燃歐都是 它是夏天才來繁殖 冬天就走去哪裏 太平洋 菲律賓 甚至澳洲都有 今天主要是夏天繁殖的三種 因為為甚麼呢 比較容易見到 其他一些 現在的過境 或者冬天都有 十二種 你見到很多名字 種種都有勾字 不過不一定要燃歐 你看到這個叫浮歐 浮歐是一些小隻的 都是燃歐過來 不過浮歐是另一種 夏候料 今天主要講的三個主題 遷律過境 都有五種 東候料都有的 米埔都有的 如果要拍攝 都拍到 為甚麼今天要講這三種呢 因為這三種主要在海裡才拍到 在水的道路才拍到 而米埔當然也有海邊 不過它拍攝的時候 其實跟其他水料差不多 都是站在泥灘或者偶然飛過 遇到攝影的問題 是有些不同的 今天主要講的 是因為在海裡拍攝 在船裡拍攝 因為技巧要留意 另外幸運的話 就是會見到這些 這些都是在海裡才能問到的 都很少飛到近岸的地方 大約知道有甚麼原因 我會講 然後這個環節就講 在哪裏找到的 香港一個海邊的地方 其實很多地方都找到的 不過是要沿海的 在水塘裡是找不到的 在米埔那邊 海邊或者一些魚塘附近都要有 不過基本上多數都在這裏 東南邊的海域才有 你看到這裏是大鵬灣 大鵬灣這邊是印塘海 這邊是西貢 跟著這裏是蘭蘭島 葡萄島 跟著這裏是長洲 蘭媽島 這邊沿海都有印鉤的 大部分時間 就是春秋千曬的時候 最多古靈精怪的 如果夏天繁殖的時候 就是有些島 它會在那些島上生蛋繁殖的 我們叫那些島就去印鉤島 要拍照 大部分夏天要拍印鉤照 通常都要去印鉤島附近 或者一些沿海的地方都有機會 這邊也有的 這邊這個大小亞洲也有的 這裏就少些了 這裏就沒甚麼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水問題 這邊珠江海 這邊大海鹹一點 不知道是否這裏原因 它多數在這裏繁殖 在哪裏找到呢 你看到三種不同的習慣 夏候鳥 過境鳥和冬夏候鳥 剛才我講的三種 這些地方會見到 紅色的特別易見 黑色的都有 不過沒有那麼容易的意思 你見到冬夏候鳥 米布很多的 過境鳥都會有的 不過有些地方特別容易見到 另外這裏夏候鳥 今天講的主題 就是你會見到 西貢碼頭有 馬尿水塔門 塔門黃色碼頭 跟著大鵬灣 東南暴水 這些地方都有的 葡台島 索古群島那裏都有的 我會集中講這個地方 即是說搭船去見到的 還有當然要搭船 搭船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街島 大家都搭到的 有時候因為要出得太遠 街島沒有的 就要自己租船了 游艇是多 這個快艇也可以 待會也會講到的 今天講三種現歐 剛才我講夏候鳥 就是來香港繁殖的 來香港生蛋 所以在大約五月到八月尾 這一段時間 它會在香港找到的 是比較容易找到 過了這段時間 第二年又來過了 現在四月中 其實下個月開始 就要開始會有 下個月的 月初就會少些 月底很多都離齊 離齊的生蛋 生完蛋有一些 可能七月底就會走 到八月底 就差不多全部走 有三種 賀次現歐 顧名思議 我們給著酒名 都是看樣子 賀次現歐 對抑菲色 不是賀次現歐 黑枕現歐 你看到頭 後面下女枕是黑色 所以叫做黑枕現歐 粉紅現歐 就是身 如果光線問題 有時會有些粉紅色 嘴是紅色 腳是紅色 就粉紅現歐 死肌 就有些不容易 我會有名字 夏天吃雪糕 有三色雪糕 朱古力 蜂蜜 蜂蜜 草蜜蜜 當然有綠色 你幫我講的 麥瓜雪糕是綠色 傳統的三色 你記住這三色 你就知道有些三種願歐 第一樣東西在哪裡 這裡拍狗 不是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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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是一個西貢碼頭 西貢碼頭其實是看狗 在一個遷律的時候 沒有 夏天繁殖的時候 偶原也會有 哪裏有 這個 這個 不是這裏 這個 這個位 如果你要看暗簿 你要看一看這裏 如果有些白色的東西 就是會有的 什麼意思呢 你見到這裏 放大了 找長鏡 這個上面 有一個圓圈站在裏 就是剛才那裏 就是這裏 這個是導航的柱 你看到一樣的 就是站了一些在裏 這個黑枕燕鞦 很喜歡站這個位 如果他來了 在那裏找食 為什麽要站在裏 就是他站在附近的水裡找食 他找食 有時會飛過來 因為他要吃魚仔 要吃魚 或者蝦 小隻的 數生動物 他會飛過來 你經過 看一看那個位 看人物有 他有機會飛過來 你看到 這個放大了 這個近影 不是放大 就是近影 你見到 站在這個頂上 這個黑枕燕鞦 有時會有些其他的 你見到 這個就是剛才那裏 你見到很稀罕 如果有 就凍了一些大炭 你去修貢馬行 可能你沒有看 看這裏有沒有 不過這裏不一定是燕燕鞦 這裏可能是燕麻鷹 燕鞦鞦 有些人喜歡在這裏 你見到一二三 這裏有幾支 七八支鏡在這裏 他們有大家互相通傳 就會在這裏等 那裏不一定是燕燕鞦 順手 有甚麼就燕燕鞦 你見到這裏 這裏不是剛才那裏 夏日三色 這裏是燕燕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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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很黑的 燕燕時後的顏色 你見到 因為我喜歡拍一些 和人的環境有關 你見到後面是西貢的樓 這是西貢碼頭 我那些鏡不太長 那些鏡是300 300mm 我那裏沒有大鏡 這裏是燕燕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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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橋咀島外面有個燈柱 182 你見到這裏有些蹲在那裏 這裏又是 不過很少人要出去那裏 你見到這裏是坐艇出去拍的 你見到這裏都有的 就是黑枕燕鞦 因為黑枕燕鞦 其實是比較近岸的地方最容易找到的 所以粉紅燕鞦就比較匹匹一些 它不是連移的那麼多 而且不是那麼容易飛到那麼近 黑枕就比較容易一些 剛才說的紙要開場 就是西貢碼頭是比較方便的地方 如果想去遠一點 就要搭那些 就是剛才西貢碼頭不用搭船 這個要搭船 這個搭船就是馬尿水去黃石碼頭 經過塔門 就會有機會見到的 這個是繁殖時候 繁殖時候 五月尾就開始有機會見到 這個酒店還起 這幾年前影響酒店起床 我們講一下這個碼頭 這邊是大學站 大學站 KCR大學站 這個碼頭在這裏搭船 就可以去塔門 在這裏上船 一路都沒有什麼 要等到過了這一關 這一關在哪裏呢 這一關就是荔枝莊 之後有些地方攔住 你看到這些大的浮泡 攔住走私大飛 這裏有些地方 這裏有個警缸在這裏 你過了這個警缸就開始留意了 即是五月之後到八月 如果你想喝二欧 在這裏時間就搭這個船 就留意一下 這裏是海下灣 過了這個警缸 你到海下灣 這裏就是自然基金會 那個海應公園的建築 這裏有個浮泡 叫做海下灣B 這裏就有燃鴉 這裏有一大霸 這裏其實我想說是這裏 放大一點 都是這麼濃的 不過可以看到 通常都要站在這裏 凡直期特別要留意 就是經過就會有這些 都是很遠 如果去燃鴉 有一個機會是會近的 待會再講一下 通常你在這個位置 我都在船裡拍過去 趁著經過這個位置 就拍一張大家知道在哪裏 如果要近就要坐遊艇 或者艇仔 出去你會見到這些朋友 都會有興趣 我們走過去 這個海下灣 這個A A和B都是接近的 都是那裏 你看到這裏就有燃鴉 所以都要坐船 另外過了這個位置 還有另外一個位 這個叫做119 119其實下面是一些招石 這個數好淺 水腿可以見到很大塊很大塊石 船經過會浪底 所以它凍一枝 提醒那些人不要過去 經常都有人釣魚 那裏的人不是釣魚 那裏的人都在這裏拍照 這裏拍照 就是說 剛才要是坐杜雲 要是坐這些艇仔 這些艇仔都可以租的 你看到2、3歲 4個人 這裏還有幾個人 都是在這裏拍歐的 你看到這裏有些鳥 這裏有些影 近一點 就可以去到這裏 那裏更近的公園 那些鳥 它不飛 你不搞它 你不嚇它 它很乖的 站在這裏 你看到這裏已經有兩種燃鴉 那一種 像黑枕燃鴉 你看到下面有陣黑色的 球頂光的 黑枕燃鴉 這些都是粉紅燃鴉 這些是粉紅燃鴉 還有一些兒子 這些兒子 即是今年的出生 那裏出生 你見到這個人在這裏拍 這些人站到這裏都可以的 可以這樣拍的 你不嚇它 沒有人在這裏釣魚 你可以很開心的 這裏我想拍的就拍這個 這個人 這個就是黑枕燃鴉的兒子 即是那一年出生 可以拍的 我只知道300鏡 300鏡加1.4 就是這麼多 他拍到這麼大 這個人站在那裏拍 他都知道正常 可以拍到很近 所以如果拍到近 就沒辦法了 真的要找船出去 有時都見到一些現象在他交配 這個粉紅燃鴉 上面的公園下面的那裏 在那裏交配 這個是貴初的時候會做 有時貴女都要做一下 不過通常都未必生到 當然這段時間 這個是貴初的 為什麼呢 你這個嘴呢 嘴是黑色的 即是燃鴉有個繁殖旗 會長紅色 剛剛初期的時候就有些黑色 慢慢一邊轉 時間一邊推進 就變成紅色 這個就是凡席期初期的粉紅燃鴉 在那裏拍的 只有一個位影 有時都要有些好東西 不是叫好的 就是小見一點 這個白翅梵 小隻一點 有兩隻在那裏 這個粉紅燃鴉 都是一個位影 坐艇都出去 所以不一定要去拍飛 站在那裏 其實都有一些有趣的可以拍到 另外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捉魚 你看到 這個位置有些魚跳了出來 這些是鶴翅燃鴉 鶴翅燃鴉 其實燃鴉都是這樣 去捉魚 怎樣捉魚呢 就是在水面盆 這些魚為什麼跳出來呢 可能下面是有一些大魚追的 兩面鴿鴉 上面有大魚 上面有大魚 上面有什麼東西吃 那 賀翅燃鴉很厲害的 他看到水下面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一次我們都是看鶴翅燃鴉 就是說 我們在那裏拍攝 拍攝剛才那些位 突然間飛過 飛過 飛過就不斷追著 接著又見到 他下水 其實下面 可能他應該看到下面水 有些大魚 追了一些小魚 他追了一些小魚 去到那裏就可以下去捉 你看到他要衝過去 這樣衝過去之後 這樣衝過去之後 會overrun 他不像斑魚狗 可以直升機這樣衝過去 他又有個速度 就是定翼飛機和直升飛機 兩個不同 定翼飛機是不能停的 直升飛機可以停的 這些定翼飛機 這樣一落上來 衝過去就捉到魚 你都可以在那裏看得到 對到經過這個位置之後 就對探門 剛才是在乘船 探門 有一個湧燃鴉的地方 哪裏呢 你會看到 留意這個位 還有這個位 一個紅、一個綠 這兩個投標 很多時候都會有燃鴉 這張題就是 這個是從碼頭已經出去了 就說它是繁殖的時候 這裏就會有燃鴉在那裏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站在那裏呢 就是它搵食的時候 吃飽了 或者要休息一下 就會站在這裏 這個是塔門外面的碼頭 塔門外面的紅色浮標 有時都會有粉紅燃鴉 渣次燃鴉是不喜歡的 它是不會走到這裏 而且也不會走到這裏去站 是黑枕和粉紅才會有的 這個近鏡 我都是一支300銀影 有些超過的 不過你看到 其實你看到有多少鳥呢 就是你看到有這麼多屎 就可以想像 都是一些燃鴉 除了燃鴉之外的那些白露 不過多數都是燃鴉留下 即是說 不是一次半次 其實很多次 很多次經過 所以有這麼多這樣的屎 在這裏 我們官僚會每年都要組織一些體驗 的團 你看到很厲害 個個都拿著 就算傻瓜基都照影 這個塔門外的碼頭 就是那個位置 很近的 你用他們吃飯的時候 賣碼吃飯 那邊有就拍了 你看到很多人 其實看一張照片 你看到很多東西 你看到很濕的 通常拍電鴉 那邊的天氣都幾大影響 有時都會下雨 有時行雷閃電 又會下大雨 這天都是一般的光線 不過都很多東西拍的 以前的人是開網絡鏡的 現在的人都不開網絡鏡 現在的人是開手機的 這個是綠色浮標拍到的 這個綠色那個位 其實過了塔門之後 還有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高榴灣 如果搭那個船 就是馬力鎖出發 經過兩個站 接著就去到塔門 塔門之後就是高榴灣 這個人在塔門演過 這邊是高榴灣 高榴灣也有的 高榴灣在哪裏呢 這裏又是站在那些浮泡 那黑鎮和粉紅才有的 其他鳥呢 黑癡就不會這樣站 所以沿途呢 那艘船沿途都有機會 不過不一定到處都有 不過要留意 你想找就留意這些位置 那這個就是一般下季的時候 會見到那些機會 這個艇仔拍的了 大船拍不到的 這個就要見到那些魚排在那裏 那這些黑鎮就站在那裏 都是在魚排富貴賣食 黃石碼頭 這個拍出去 黃石碼頭拍出去 剛才這個高榴灣 這裏是塔門 很近的就是 如果你不喜歡在馬月薩搭船 你在黃石碼頭搭船出去 都可以去到塔門 一樣可以找到現歐的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季尾的時候 機會要打很多 就是這樣的 季尾就是給你拍 你剛才那些很遠很遠 影響很遠線運動 不過季尾的時候 它還要忍你 為什麼呢 就是它有個習慣 就是當季尾的時候 它有個習慣是追船的 就是剛才那些站在那裏不動的 這些有大船經過 它搞好水 我相信它是想捉魚的 只要選了一些水 它就追著來追著去找食 因為這裏很開心 它淫影不夠 你拿著鏡子就飛 一直追著船 就追到有些位置會停的 這個在黃石碼頭拍出去的 在黃石碼頭其實 開了船之後 它就要飛過來租 一直追 這是什麼日子呢 這個日子通常就是八月初 看看那一季 它幾時可以收工 即是兒子大了 飛得 它就開始有這個行為 平時呢 季初的時候 它是不會玩這個 季初的時候 它是因為忙於臭小 忙於捉魚 它是不會玩這個追船的 到了季尾 那些兒子大了 它就會連群結怒追這些大船 然後追了幾天之後 就收工了 收工就走了 要看日子 這些傻瓜哥也拍到的 剛才的位置 這個探門那邊高樓灣 這個船就在埋著黃石碼頭 你就可以找到燕歐 如果剛才那些 就是在杜輪上面找到的 如果再想去遠一點 就要坐另外一些船 就不是杜輪 你就可以找一些艇走 或者一些遊艇 就出去燕歐島 這個是香港最大的燕歐島 不過也不是很大的 你會看到這隻去鹽田港的貨櫃林 這個就是燕歐島 香港最大的燕歐島 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 這個船是遠一點的 你會看到的尺寸有多大 它的島不是很大 這是一個石 當然有些高度 這張剛才的一支牌照 這張照片都是找傻瓜機拍的 傻瓜機拍到的 這裏有三支燕歐島 都會在這個島上繁殖 它會生蛋 我們會出去就可以拍 很多人坐船出去 它會飛出來的 你去到附近 它會飛出來陰影 飛到這裏 飛到這裏 這裏都有 我們去到這裏 看到飛出來 剛才那幾張都是十年之前的 差不多十年的照片 你見到那些人的工具都不同了 變成這樣 支支都長 又在那裏拍 這張是前兩年的照片 在這個燕歐島裏拍 那些燕歐在哪裏 在這裏 在繁殖 生蛋養兒子 有人走出來 在這裏附近會飛來飛去 在這裏拍攝也可以 有些人不喜歡的 喜歡這樣也可以的 一樣是 都是在那裏 它自己租船都可以拍到的 這裏是Isaac 我們可以這樣拍的 在船裡拍的 當然在船裡拍的 有些技巧 待會一起介紹一下 除了那個燕歐島 其實這個位置 塔門外面有個燈柱叫120 也有在那裏 這裏也是 那些彩油森出去 都可以認得到的 這些是它休息的 因為這裏的海 很多地方在那裏捉魚 這裏下面其實是一塊石 為什麽會動條 這樣會在那裏 就是怕船撞上去 所以一些警告的標誌 它撞上去會落底的 所以這些舊東西 其實下面就有些石 有些石 即是有些小魚在那裏 所以在那裏看著 看完就下去找不吃 就在那裏上去站 或者那些小魚 可以飛去那裏 它會帶到那裏 這裏可能有些小魚 那裏就是小魚 因為它不會飛回巢 你去 即是不需要外賣 它現在要在海裡捉到魚 要飛去巢裡養 現在不是 你不如帶你去麥當榮 你在麥當榮吃 你不用打包回去 那些小魚就會站在那裏 那裏 除了剛才這個杜輪 另外這些地方 西貢外面剛才說 都有的 這裏也是出遊艇去 又是這裏有些島 可以拍到西貢這些 這個是香港地漆公園的部份 可以在這裏拍 另外西貢內海也有的 你看到有些遊艇 西貢很多遊艇出去 這裏就是 所有的有魚 它又跳進去捉魚 我們經過可以拍到 這個就要坐艇才拍到 其實除了西貢 除了大台灣 還有其他地方 剛才我講過 這個香港南面水域 這裏是果州群島 果州群島 離開岸邊更加遠 天氣、海浪 又沒有那麼理想 要出一些大的船才行 這個比較少人去 其實每年都有一些 有些少量的燕歐在那裏繁殖 就是在這些位置 就是在這個斜坡那裏繁殖 在那裏生蛋 你說美姐沒有染 又沒有樹又沒有成 是這樣的 燕歐的雜性 就是美姐沒有染 就是在那裏生蛋繁殖 大家見到 這裏大狼 我們都是穿牆的 影都不小 它是站在那裏休息 這裏附近的水 似乎有很多魚 因為在西貢那些燕歐 都會飛去果州那裏群食 看到它飛出來的 另外坐落 這裏是葡萄島附近 你看到這裏香港南區的豪宅 這裏是它研究的豪宅 有隻兒子 在這裏養出來在那裏繁殖 這裏是香港南部水域的 葡萄島附近 再遠去到那裏 這裏見到 這裏是分流 即是說香港西面過了 很遠 很昏迷的浮標 這裏是什麽 粉紅燕歐 原來又站在那裏 它是否有種繁殖 你不知道 我們知道 葡萄島那裏有 不過這裏 當時有看海豚 看海豚 已經過了 真的有 這裏都是五月的時候 也是經過 都有 即是說 吳郭朗 其實全香港在海邊周圍 都要有研究 只要我們 只要有沒有留意 還有什麽時間去看它 這裏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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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真的有 有煙毆 這煙毆 這裏不是剛才的繁殖 那裏是什麽 它在香港市區 它是什麽 過境的 這些全部都是蘇販奧 剛才在西貢拍到那裏 都是 它在那裏 找著 都見到一條魚脫出來 那裏 那裏是魚頭之類 不過它是不吃 吃小條的 那裏都是有魚 有魚 有魚不是經過 經過在那裏看 然後在那裏吃 那裏不知道 由雲馬行起完之後 有沒有機會 大家留意一下 我都希望可以見到 我說完在那裏有 那埃石就介紹一下 怎樣拍 我就剛才說在那裏有 哪些地方 什麼時間 埃石就要說 有之後怎麼辦 有什麽工具 我給埃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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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照 其實我用數碼相機所拍相 超過 如果是於通知 我覺得 玩的 我去拍照 Good 意思是 由於延期拍照 當中 看到多少 如果是 都沒有出闊 在每 Bit それ мин 今ении 的東西 00 好,我們想拍照,當然要先進去器材 其實現在大家用相機已經方便了很多 而且對比我們當年早十年八載的時候 現在器材的價錢已經便宜了很多 甚至現在的數碼相機其實已經有50% 在器材上大家拍照其實容易了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出海的時候 對器材的要求或者對大家自己的技術要求便有點出入 首先講了相機 其實相機除了我們見慣單鏡反光機 亦有些開始只是可以換鏡頭 但它是沒有了反光鏡的 那類的數碼相機 就和我們現在傳統的數碼單鏡反光相機 而DSLR就不同了在於它是沒有了光學觀景器 但是我會建議用光學觀景器呢 第一就是數碼的觀景器反應會很快 但是我們現在拍攝燕歐、拍攝海料比較動態的目標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快的反應 變成光學觀景器就會最好 另外 多對焦點 為甚麼呢 就是多對焦點的時候 我們方便我們可能溝通 或者我們除了主要的對焦點之外 可以靠相機的功能幫助我們對焦 為甚麼呢 其實要飛得很快 有時候一會兒就飛過 如果我們自己不靠相機幫助我們對焦的話 其實全手動作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變成我們就要靠相機幫助我們 現在很多數碼相機的中階 已經是很多對焦點的39點或者51點已經有了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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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因為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拍照的時候 拍攝飛得這麼快的話 如果我們相機的對焦反應比較慢的時候 也都不太方便去對焦點 或者可能它飛過的時候 還未對焦點的時候已經飛過了 所以我們很需要靠相機幫助我們對焦 另一方面 其實連拍方面 現在很多相機都已經五張以上 其實是否需要更多一張呢 就不一定的 其實我自己改了五張六張 都已經基本上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 比較入門的數碼相機 連拍的速度不太快的話 那就可能不太適合了 好 另一方面 在鏡頭方面 其實剛才Alan說 他自己用一個G300鏡頭 其實我也是用300mm 只不過300mm 我加了一點 加了一個背鏡 如果以拍攝海料來計 其實300mm基本上是可以的 但當然可能只有一支300mm不太夠 大家 第一 就看回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們在海拍攝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會用腳架 傳手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傳手池的反應 會比較快 一會兒會再提 另一方面 就是 長鏡的價錢是很貴的 如果以300mm來計 如果你說 好像Alan他所用的 他那些是四光圈的鏡頭 都差不多一萬元 如果再大光圈 我自己用過300mm 2.8的話 我當年買已經是三萬多 現在我不知道 再長的鏡頭 價錢就更加貴 也會比較重 變成大家出去選擇鏡頭的時候 除了想買一支長鏡之外 其實要看回自己的能力 除了財力之外 體力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 如果用長鏡的話 其實在海裡 枉下枉下 很難對焦 如果我以前 初初第一年我自己拍攝的時候 已經有料有的題目 其實我自己最初用300mm 我加個二成 大概是600mm左右 但其實對焦起來 對焦起來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候 失了拍攝機會也會比較多 變成我那時候 之後一年 我開始用1.4 當然焦距好像少了 但其實我對焦的反應 會比較輕鬆 相對來說 拍攝的機會也會增加很多 對焦距 對不起 按錯了 另一方面 光圈如果是F4以上 其實可以考慮加一個真倍鏡 現在真倍鏡 除了大家見慣的1.4倍或者2倍之外 如果像我自己用Ampa 那是1.7 如果是F4來說 加了一個倍鏡之後 加了1.4倍鏡 大概是420mm左右 光圈是5.6 其實以現在的相機來說 依然是可以對焦的 另一方面 剛才也提過了 腳架 如果大家在米埔拍照 當然落腳架沒有所謂 但我們在海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用腳架 為什麼不用腳架呢 因為呢 第一 海浪呢 其實船是要漱下漱下的 會影響大家的構圖 如果大家知道 鏡頭是定了在腳架上高的話 其實真的 海浪去漱下漱下的時候 大家應變的時候 是受到影響的 所以始終 都是會用手持 是靈活一些 那我們可以用對手去幫助 可能海浪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己用我們的手 去應對海浪的飄忽的幅度 另一件事 最大問題 就是那天 船隻引擎開的時候 其實它有些震動的時候 它有些震動 是會直著腳架傳回到鏡頭 如果大家想拍攝的時候 其實就因為這樣 因為這個引擎緣故 其實大家可能拍不到一些清的相片 所以這樣 其實如果是出海去拍照的人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不需要用腳架 但是不需要用腳架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想到的事情 就是用長鏡會有困難 所以就要看回大家的體能 但是是不是一定沒有人用長鏡呢 又不是 我自己有時見 就是如果見大家 見一些出海拍照的人 除了 有些人用500 甚至800mm 都有人用 不過當然要看回自己的體力 好 到了實際拍攝了 首先講測光和曝光 其實大家用的模式有何大問題 就是如果你用開 我自己個人就用開中音權行 其實自己也看習慣的 因為為什麼看自己的習慣 就是 如果你習慣了某一個曝光模式 你自己習慣了 平時我們加減曝光的時候 始終我們拍照 有時候可能對目標 可能因為有些淡色或者深色 變成我們需要加減曝光的時候 如果你用開某一個模式 其實你可以繼續用那個模式 但是為什麼 有時候會加上點測光 因為就像現在這隻 白痴法偶一樣 它本身是全黑的 但是背景是很光亮的 如果我用平時用的中音權行 或者我用MATRIX的話 拍完出來的這隻著 要是全黑 要是全黑 要是背景是全爆 所以就用回點測光去幫助 但是是否一定要有點測光 就不一定 大家其實是看情況 至於拍攝模式的時候 我自己一向都會用兩樣東西 一向就會化門先決 平時如果大家在開米部 用光圈先決 或者用回全自動 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去到拍海料 拍電影這些動態的雀鳥的話 其實會用回化門先決 我們定了某一個化門速度 去拍攝就會方便一些 甚至我有時會用全手動 但是全手動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是環境可能光一些 暗一些 大家就要自己有一個反應 就是可能放一些光圈 或者可能要放慢一點點的快門 去平衡曝光 至於大家平時去拍照 我自己個人會收回一些光圈 收回到一至兩級的光圈 八字或者十一 其實為何會收光圈呢 第一就是景深會闊一點 但是其實是否景深真的會闊很多呢 如果以我們現在用的長鏡來講 其實我們一隻長十米左右 都是假設十米左右 其實景深是很淺的 依然是很淺的 但是為何要收回一些光圈呢 第一就是為了畫質 因為鏡頭來講 收一至兩級光圈 一向都是它最佳畫質的範圍 所以通常我自己拍照都是習慣來的 收一至兩級光圈 至於如果是拍海料來講的話 拍燃歐或者大家拍其他飛的雀鳥的話 其實這個快的快門是很重要的 如果以我自己的習慣呢 就會用一千六分之一秒以上 讓大家看回自己的情況 可能你手沒那麼定的話 或者你拍的目標是飛得更快的話 可能要考慮回二千分一秒 或者更快的快門 就是這樣 剛才提過有時候用快門才開 或者甚至要用全手動 我怎樣知道我的照片有沒有暴光問題 可能我自己用全手動的時候 我自己定錯了快門或者過光圈 變了暴光有問題 我怎樣可以知道 其實現在大家的數碼相機很方便 拍了一張照片 看看它有沒有打光 或者可能曝光不夠 看完之後可能就跟回需要 其實可以自己去修正曝光 可能如果你要用快門才開 可能要加減曝光 用EV 又或者可能全手動的時候 可能加回或者減回快門或者光圈 另外一件事我會使用曝光鎖 曝光鎖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相機的功能 當你搬按快門的時候 它就會把你現在當時的曝光值定了 有甚麼好處呢 就像現在這隻白癡法一樣 如果它背景是天的時候 曝光鎖是某一個數值 但是如果它飛去一個海島做背景 或者是山做背景的時候 當時的曝光已經全變了 如果我不用曝光鎖 有得相機自己去定曝光值的話 到我最初按的時候 可能我要加減EV某一個數值 但是到背景轉了的時候 EV已經完全是兩樣東西 變成我到時才按快門去拍照的話 可能已經拍照 要麼全都放了 要麼全都放了 所以我自己習慣 曝光鎖是會用的 不過曝光鎖是怎樣用的 可能大家要自己看一個說明書 另一方面 自動握數 自動ISO有甚麼作用呢 就是看 其實最方便就是 可能我自己 我需要某一個指定的光圈 某一個指定的快門 但是我依然可以用一部相機 去幫我因應當時的光暗程度 去自動調升ISO 去提升保光值 有甚麼用途呢 就是例如 如果當時日光日白 很慢陽光的時候 我當然沒有所謂 但有時可能天音 突然間有個環遮一遮陽光的話 可能當時的曝光 當時的曝光已經暗了很多時候 我有個自動ISO 可以因應的情況 上機會自動幫我調整曝光數值 讓我曝光的準確程度 就不會偏差太大了 好了 另一方面 好了 對焦 以平時我自己習慣來說 其實我用中央對焦點 為甚麼用中央對焦點呢 因為始終中央對焦點 以相機來說 是最快和最準的角 雖然這樣也會用中央對焦點 但當然如果是拍攝構圖的時候 當然要因應構圖 用一個適當的對焦點去幫忙 拍照的時候 當然跟影人一樣 對焦點 而平時拍照 拍照 拍那種動態的目標的時候 也會用回連續對焦 其實是否一定說 單次對焦不行 不是 不過以非凝微的鳥 連續對焦會好些 好了 另一方面 如果我們用長鏡 其實在我們的觀景窗上去找著 其實越長的焦距 我們的觀景範圍就越合襲 找著就更加困難 我見有些人開始會用紅點鏡 幫忙去找著 但你會看紅點鏡 然後再看觀景窗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些偏差 而且反應也沒有那麼快 我自己習慣了 兩眼並容 一隻眼睛就會看見見見見見 另一隻眼睛就會看見實際環境 這個是要看自己習慣的 可能要自己去斷亂一下 去自己習慣一下 因為我自己當年是 沒有人教我 我自己在拍照的時候摸摸摸 後來寫這件事出來 別人一向都在用這一招 首先當然要向前直望 為甚麼要向前直望 因為始終我們一隻眼 在觀景窗看著 另一隻眼 可能如果你看到另一個位置的時候 很難配合找著的位置 但要記住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好像在拍照的時候移動的鏡頭 不是移動自己的眼球 在左眼找到目標的時候 右眼就開始去觀景窗的對焦 留意中央對焦點 因為我們現在是向前直望 變成我們移動鏡頭 去留意中央對焦點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找到的 因為左眼的視差 我們在左眼看正中央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右眼看著觀景窗 只要用右眼看著觀景窗 只要用左眼看著 其實已經找到我們想要拍的目標 不過當然 大家這個技術就要自己習慣一下 如果你不是拍照的 或者平時用短鏡就好 好像我最初拍照的時候 我用一支拍攝鏡 我自己用一支拍攝鏡 我自己用一支拍攝鏡 我初初不認識的時候 我一定是拍攝鏡 然後放大一點 然後我才找到一支拍攝鏡 對好招 然後再用一支拍攝鏡 去用300mm的時候 去拍一支拍攝鏡 但是如果大家用定焦鏡 拍定焦的長鏡的時候 這個方法其實是很大幫助 對大家拍攝鏡的時候 好了 拍攝時機了 那這支船始終是 要找一個 要找一個什麼時間 什麼時機拍攝就最好 其實就是找一個 擺動幅度最小的 最小的時候才去拍攝 那怎樣的感覺呢 其實船在浪裡 去左右 去擺動的時候 其實好像一個鐘板 怎樣呢 就是當它由一個方向 擺到左邊 然後由左邊擺到右邊的時候 其實那一剎那 擺動的角度 是最小的 其實大家如果要拍攝 一些 比較像這隻 普通電影一樣 它本身是定起 一個發泡膠的垃圾長膏 站著的 這些比較定 靜態的物件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 所以我們就說 起船 擺動最小角度的時候 就在那一剎那裡拍攝 但當然 如果那隻腳是在飛 那種時間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了 你找不到這些機會了 以後一定是 看到就拍攝了才行 另一方面 我們手持長鏡 就和腳架就 雖然用腳架依然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們手持拍照的話 這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我們好像外運的槍手 我們是閉氣 在閉氣那段時間才按鍵 那為什麼要是 等一段呼吸 那時候不要先休息 其實不是不休息 但是你休息的時候 其實不自覺的 身體骨解是在動的 變成是會製造多一個 震動的機會 令你的手是蒙了的 所以通常 拍照 尤其是用長鏡的話 就按鍵之前 放一放氣 先按鍵 接著再透氣 所以有時候 大家有機會見到我拍照的時候 有機會見到我喘氣的 因為我是忍住呼吸的 按鍵的時候 好了 其他建議 好像這件事 如果大家不想錯過一些拍照的機會 其實最好用一張大容量的記憶卡 避免拍照的時候 或爆卡的時候 可能要換卡 其實現在的記憶卡 32、60GB 其實價錢 對比起早幾年來講 已經便宜很多 其實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拍照的時候 可能拍一千幾二千張照片 一次的時候 換卡的機會一定會有 所以如果用一張大的記憶卡 就會方便大家 減少換卡的次數 也會減少錯失機會的次數 好 另一件事 一定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試過 忘記帶電 舊電沒甚麼電的時候 那就很大件事了 沒甚麼拍照 出了很多 變成了 為了你的電池出了電 又或者可能帶點預備電 我自己通常都在一向兩舊電用的 另一方面 大家夏天出去拍照 如果是路過一些冷氣的地方 或者搭車去搭船 或者好像搭地鐵之類 始終一定會路過一些冷氣的地方 在冷氣的地方的時候 大家的鏡頭 可能已經是 它的溫度 比外面的溫度低了些 當你在相機袋 拿著鏡頭出來的時候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有些冒氣 但在有冒氣 其實是否一定要馬上擦呢 最好是不要馬上擦它 為什麼呢 如果你馬上擦這些冒氣 其實會擦到一些水積 第一 第二就是 那些冒氣其實沒那麼快散 你擦完之後 它依然是這麼低溫的時候 它依然會有些冒氣的凝結出來 那變成了其實最好 就是讓你的鏡頭 它的溫度去提升 好像環境溫度那樣闊 那時候才會馬上擦 那其實就會最好的 另一件事 大家的器材要防水 因為我們 是出海拍照的時候 不要算天氣 可能變差落雨 那其實我們可能 尤其是坐一些小艇 一些山板 很容易有些浪花淺上來 那如果你不做好器材防水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一件事當然要防曬 那因為我們在外面拍照的時候 沒有畫遮瑕頭 那曬幾顆瓶的時候 那當然沒有那麼好 那至於出海之後 那些器材要怎樣處理呢 那其實 很簡單的就是 那其實用一些 扭乾了的膝毛巾 你抹乾淨你的器材 然後才塞進你的防潮箱 那這樣就基本上可以了 那我自己 那我攝影就分享到這裡 那剩下的時間 那剩下的時間 交給Alan 那我來講了三個題目 那現在講最後一個題目了 那現在講最後一個題目了 那就是說避免干擾 那那第一件事呢 就要看 那是埃塞影的 這些 你看一下 這個連環影的 你看到這裡做什麼呢 這個黑枕營鞦 那有幾個 一隻 兩隻 其實看清楚 兩隻黑枕營鞦 其實四隻 當然是 有兩隻仔 兩隻大人 那做什麼呢 就說餵仔 這個黑枕營鞦 你看到呢 剛才我講過 它是沒有巢的 它在地下 就生了個兒子出來 你看到這裡 這兩隻兒子 兩隻都躲了 多數是媽媽 這個媽媽下面 這個爬回來 擔著一條魚 立即出來吃了 立即又躲回去 很快 已經要躲了 不是呢 會熟的 你自己大熱天時 坐下來 那些碎屎 曬得慶合合 都會辣的 是吧 你可以想像 它是沒有遮沒有染的 但是日頭曬下來 這隻鳥就這樣在那裡 他整天不停坐在那裡 兒子的生業能力低一些 所以媽媽就蓋著它 其實媽媽就是單靠遮 遮著兒子 兒子整天都站在陽光之下 不停曬的 天生是這樣的 這個黑枕營鞦 它不會躲在那裡生的 它是在那裡 隻天幕就不停曬的 另外一張 這張也是 兩隻 都是那兩隻 都是那家人 又是餵仔 餵仔 然後一人一隻 遮住 其實說什麼呢 就是說 要了解 那些小鳥 它是要靠媽媽 靠爸爸擔遮的 如果不擔遮 它很快就會乾死 那些小鳥乾會曬死 所以我們建議 那些人就有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叫做 北登島 北登島就是我們有五年之前 我們發現有些人就不來 照上那個島裏拍照 不是釣魚來拍照 真的想要拍小鳥 剛才Isa都講過很多困難 又說浪啊 雲浪啊 很多其他問題 鏡頭的器材問題 那不信 他們要上島裏拍照 上島裏拍照 又要拍照 很大隻很漂亮 光視又要對 很多 你知道要拍照的 很多 很多魚 他們就走上島裏拍照 剛才你看到 如果有人走上島 那為什麼 白傘沒有了 那兩隻小鳥怎樣呢 沒有地方搬 就要這樣 會曬死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地位 叫北登島 你看到 你也明白 這個鞋 這個熱勾 不要上去 即是希望呼籲那些人 不要上去 因為上去就會影響那些成廟 即是你已經是穿的 所以說整個人上來 我當然要走 是吧 不過我都走在那裏 那怎樣呢 都免得慢 走可以生過 自己的命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所以一做一是怕人的 尤其是惹料 更加怕人 所以我們就呼籲 不要上去 我們拍這張照 剛才Isaac的照片 都有這個公仔 即是說 我自己舉手 這張照片 我是沒有上到影的 這張照片 我是沒有上到影的 原理 你見到其實很多東西都會這樣 這個什麼 如果你看戲 什麼子貓物語 那些 喂 你這樣有沒有追跡死那些動物的 這是美國的公仔 紫貓是要日本的 好像沒有人理 不過這個logo是說 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那些動物是沒有受到傷害的 自己舉手話的 這個吞牙魚罐頭 他有些都要說 我們這些吞牙魚捉的時候 是沒有影響海豚的 Dolphin safe 即是說不會影響海豚 另外有一些農場的食物 即是我生產食物的時候 我沒有令到這些動物受害 這個自己declare 我們自己聲稱 我們那個不登島 都是這樣的道理 我們拍照的時候 大家沒有拍照而已 那些業餘的 就不需要這樣去令到 令到那些雀鳥 沒有了他下代 所以希望呼籲一下 其實魚處都做了很多事 他在這個演歐島裡 他都弄了一個很大的牌子 這個就是剛才我說 富貴旋那麼大的演歐島 他有個牌子寫著 這個香港法例的170章 那個保護條例 就說如果影響醬料 干擾他們 其實是犯法的 而這個島周圍 它是圍了一條鏈的 那他說明 就說不要進去 就是不要進去的那個範圍 就走光了 剩下一些蛋 剩下一些仔 其實是很大的傷害 這個魚處動了一個牌子 其實每一條柱都動了一個牌子 還有有時候他們會派一個人 這個就是魚處的人 那些人在釣魚 那個島鏈在那裡 因為有魚 那些人就跑去釣 上面你看到那些將在那裡 到處飛 這裏有條鏈在那裡攔住 這個魚處的同事 就看著那些人不要進去 不過都不幸運 都仍然有人不來就照進去 那你見到它飛了 它很厲害 其實這個是不正常的 其實如果你見過 你會知道 這些飛太出來其實是怕的 為什麼怕呢 怕什麼呢 原來這裏有些人在那裡 這裏有一個人在那裡 不是釣魚 拍著 那你見到一二三四五 說動了腳架 擔了遮 穿了防曬 在那裡拍 那拍多久 不知道 可能都幾個小時 那你說 他剛才你見到那些黑沈眼鞦 那些小鳥 怎麼辦呢 那些蛋又怎麼辦呢 當然要敷的嘛 那個蛋不用敷 可能要遮住它 不要讓它過熱 那這些人呢 就站在那裡拍 拍可能兩三個小時 我猜的 要給錢的嘛 搭船出去 不是說 好像搭幾塊 那樣搞定 一定不少錢 那出得去 其他人都要 看看哪個漂亮 那麽就要怕 就去拍完 那自己去 去住 不過那些鳥就慘了 那些鳥可我不知道 這裡有多少 被它受影響 所以我們也呼籲 最好 不是最好的 就是千萬不要上去 因為一上去 你可以看見 可以想像 你走到別人家的家 站在那裏 令到別人的兒子餓 惡親 什麼都不好 我們都不是賺錢 都是興趣 不需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都呼籲 燃鉤繁殖的時候 穿在船上 船上都可以拍到美觀 船上都可以拍到很美的照片 又不影響燃鉤 剛才你看到我們在119石上 很近都可以拍到 繁殖也拍到 飛又拍到 竹魚也拍到 其實不需要走上映鉤島那裏拍爽 還有你都是見過的 有些船在那裏 尤其是潛水那些 潛水 吹溜上水 一嚇就全部嚇到飛出來 這些是另外一些問題 不過我想說是不要干擾 這裡也說過剛才放大牌 其實這個法例就說 如果干擾拿走那些蛋 茶 其實都是犯法的 你在這裏拍照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些干擾 如果根據法例 這個就是 罰款港幣10萬 及 不是劃 及監禁一年 這個是最高的刑罰 我不知有沒有人中過這些 不過我希望 就算有沒有這些問題 都不應該走上映鉤島那裏 動姿腳架在那裏拍照 希望不要這樣 這個魚活處的同事 所以這個人就不知為何到處走 讓他捉住一下 你見到這裏是以歐島來的 這裏的潮箱在那裏 它走得很高的 這裏魚活處放在那裏的潮箱 這個人走到上面 被魚活處的人捉走了 好 希望大家看到 剛才那條簾 剛才那些牌不要進去 有些人不理不知為何 都會貪國人走進去 其實是影響那些著的 希望大家永遠都能說到 如果見到有人是這樣的 立即打電話 告訴政府熱線 他們來處理 這裏的話 他們也有進去 在這裏下車 從後來看著了 他們的航空也有進去 航空也有進去 航空也有進去 當然 詳細的 是西裏 詳細的 所以詳細的 詳細的 詳細的